分享天主圣言 扛因生命之拳 下面为大家分享 准备死亡 请大家领听 常年期第21周星期四福音 攻读圣马斗福音第24章42-51节 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们说 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人在哪一天要来 这一点你们要明白 如果家主知道 盗贼几更天要来 他一定会醒着 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 因此你们应该时时做好准备 因为你们一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究竟谁是又忠心又聪明的仆人呢 主人不是派他管理自己的家土 按时配给他们食粮吗 主人回来时 看见他忠于支手 那仆人才是有福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一定会把一切财产 违派他管理 但如果那恶仆心里说 主人不会很快回来 就开始拷打自己的同伴 只顾同罪汉一起吃喝 正在他不知道的日子 和想不到的时刻 主人就回来了 一定会产出这恶仆 是他与虚微者遭受同样的命运 在那里他只有哀号 咬牙且吃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中内的兄弟姐妹 最近流行一句话 那就是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到 那究竟是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到呢 没有人知道 意外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指的就是死亡 因为中国人比较含蓄 而且也怕死 所以不敢提死字 就用了一个意外 因为真的很多人 想不到的时候就死去了 尤其我们中国人呢 怕死 也不敢讲死 也不去探讨死 究竟是怎么回事 包括中国很出名的一个学者 孔老夫子 他就不敢去面对死亡 探讨死亡 当他的弟子问孔子有关死亡的事 他回答的是 未知生 原知死 意思就是 关于生的事我还了解不透 那我怎么知道 关于死亡的事呢 意思是呢 我们中国人对于死亡 就像鸵鸟一样 把头埋起来 不敢面对 甚至呢 听到与死相似的 发音的字都害怕 比如说数字里面不喜欢有事 电话号码也好 车牌也好 总之呢 不喜欢这个根字 同音的一些字 但并不因为说同音 那他就是死 不因为你不敢谈死 人就不死 死亡 总之会来到的 这个世界比较公平的一件事 就是人人都会死亡 不管你是大官贵族 还是普通的草兔百姓 总之就死 都会死亡 但是唯一不确定的就是 死亡的时间 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 正因为死亡的时间不确定 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对死亡的害怕 尤其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死后要到哪里去 不知道死后是什么情形 所以呢 就害怕 那么我们天主教的死亡观 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人是天主造的 天主愿意人 将来都得相永生 死亡呢 它成了一个规律 但是死亡并非生命的毁灭和结束 它只是一个改变 虽然从表面上看 一个人死了 但是他依然 有一部分精神体还活着 那就是灵魂 按照我们教会的死亡观 那就是死亡并非毁灭 而只是改变 一个人如果在现世 相信耶稣基督 而且呢 也做了善事 有功劳 那么将来他就可以 得相永生 就不会永死 因为人并不是说 像某些人说的 死了死了 一丝拉倒 因为死后 还有 因为死亡并不是结束 那死后呢 人要到哪里去 因为人不知道 而感觉到恐惧和害怕 但是圣经 告诉我们 人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结 天主才是上善发恶的天主 天主愿意所有的人悔改 并通过死亡而活得永生 死亡只是通往永生的一个门路 一个道路 人想得到永生 想得到复活 必须要经过死亡 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 而且我们也相信 人是天主所创造的 天主愿意所有的人 按照他所制定的诫命 或者是秩序 或者说规律而生存 当人真正的是 按照天主所制定的规律 去生活 去生存的话 那么最终就可以 达到天人合一 就可以享受天主所许诺的永恒的生命 那么我们在现实应当如何做 那就提前要做好准备 要时常警醒 因为那个时间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在一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 要警醒 这个警醒呢 就是时常要准备好自己 哪怕今天死或明天死 我们都会问心无愧 不会害怕 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 说谁是忠心而又明智的 聪明的仆人呢 那就是主人派他去管理家务 他就按时分配 食物给仆人 尽之手 尽中守之 尽中他的支手 这样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他就是有福的 这是耶稣亲口说的 而那些恶仆呢 虽然表面上看着听主人的话 但一旦主人不在 他就开始欺负他的同伴 然后吃喝醉酒 这样呢 在他一想不到的时候 主人就来了 主人就会铲除这恶仆 那么这个仆人是谁呢 首先指的就是 国家的负责人 因为他在管理着一个国家 也指团体的负责人 也指家庭的管家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管理好自己的团体 而且呢 要真正的为这些人服务 其实这个仆人 也是指的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天主的管家 天主让我们管理好我们自身 管理好我们的生活 管理好我们的五官 三思 如果我们没有管理好 我们没有善用 那么最终天主是要给我们算账的 因此我们在现实 要善用三思五官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动 我们要善用 天主给我们的一切 来 活得永生 因为天主给我们的一切 都是为了帮助我们 达到永生的目的 达到人生的忠向 所以我们应当善用 如果我们不善用的话 就像恶仆一样 那么将来呢 就要被主人铲除 那么结局就是哀哭 咬牙切齿 而忠信的仆人呢 尽忠之守的仆人 那才是有福的 就会得到主人的赏报 也就是说 我们现实 如果是按照天主所规定的去生活 那么我们就是有福的 我们就可以得向天主所许诺的永恒的福乐